你的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感到紧张或者焦虑呢?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 焦虑是小朋友最不懂得应对或者处理的情绪 所以今天我郭博士想跟你分享四个有科学根据的方法 等下一次小朋友感到焦虑或者紧张的时候 你就知道如何应对了 家长你好,我是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今天这个影片是由HappyMe赞助的 等一会儿你都会听到到底HappyMe的故事和游戏 怎样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安定自己焦虑的情绪 第一点,家长 如果我们想帮助孩子安定他焦虑和紧张的情绪的话 我们首先不要试图弱化或者压低小朋友这一刻的感受 小朋友可能会问你很多问题 可能他会问爸爸妈妈,你会不会生病了 到底我会不会懂得处理下星期的测验 到底同学会不会喜欢我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问题 所以家长,我们首先不要弱化小朋友的焦虑 我们就不要去说,问了这么多问题 老子不要经常想起这么天马行空的东西 我们千万不要想着弱化小朋友的焦虑 因为你要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会喊得再大声一点 就是当我们觉得对方不是听我们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尝试弱化小朋友的焦虑情绪的时候 其实只会无限放大小朋友心中的焦虑感和紧张 所以当你看到小朋友有焦虑或紧张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予孩子支持,让他知道 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会想着这些问题 也是完全正常的 我们也会陪伴小朋友一起去面对这个情况 第二点,家长,当你的小朋友面对焦虑或紧张的情绪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专注在孩子以前已经做得很好的部分 提醒小朋友是有能力去面对眼前这个挑战的 例如我举个例子 可能小朋友下星期有个测验,他就很紧张了 他就可能会说,哎呀,到底我会不会懂得处理的 在这个时候,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提醒小朋友 你记不记得,上次你都很担心这个英文测验 你最后提早一个星期安排时间来温书 你记不记得,你最后还处理得很好 我们可以用孩子以前已经成功过的例子 来鼓励他,给他信心 让他知道他可以有能力一步一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来到第三点了,家长 那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向孩子的发问 有时因为我们很紧张小朋友,也很关心他 变成了我们就会很容易问孩子很多问题 包括你今天在学校可不可以的 你下星期的测验全溫了没有 你准备好了书包没有 拿齐了东西没有 其实当我们问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其实在无意间,虽然我们没有心的 其实都会制造了不同的焦虑给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家长,我们都要好好留意自己的行为 而且呢 也就是了,反过来 如果小朋友问我们 哎呀,到底这个测验 我会不会可以一切顺利的? 我行不行的? 那家长,有时我们的心态很好啊 我们就会很想和应 很想给到小朋友一个感受是 万事都会可以顺利的 一切都OK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对小朋友 可能就会想附和他 就说OK的,OK的,没问题的 但是其实呢,这个就不算真的很有用 那我们来到第四点了 当你留意到孩子开始有这一类焦虑性的问题了 开始带有紧张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回答呢? 我们可以专注在提升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举回刚才我说的例子 可能孩子下星期就有个测验 他就可能问你了 哎呀,我行不行的?下星期的测验 我有没有能力的? 他可能在想很多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 提升小朋友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了 我们可以跟小朋友说 嗯,好,我知道你下星期有个测验 我知道你有少少担心了 那不要紧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设定一个时间表 我们等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作出准备 我知道呢 当你愿意花心机 而且我都会陪伴你一起面对的时候呢 我知道呢 我们是有能力解决到这件事的 那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呢 当小朋友真的慢慢在生活中 慢慢去建立不同的习惯 去面对自己很害怕的挑战的时候呢 而当他能够顺利完成到这个挑战呢 其实这个都会增加了 孩子面对下一个挑战的自信心 那家长,如果你都想好好安定小朋友 焦虑的情绪的话呢 我非常鼓励你去留意一下 由我郭博士和英国伦敦大学的精神科医生 和焦虑 我们HAPPY ME的组料优惠现在进行着 我会把HAPPY ME的连结放在留言区和资讯栏 家长,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你呢,家长 平时当你的小朋友焦虑和紧张的时候 你会怎么面对呢 你觉得今天我和你分享的小提示里面 哪一个对于你来说是最有用的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看法 你喜不喜欢这一类有科学根据的儿童心理学资讯呢 喜欢的话,记住帮我按like 让我呢,继续努力为你的家庭 准备更多有科学根据的儿童心理学资讯 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里利用影片 和家长分享最新、最有科学根据的儿童心理学资讯 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个星期一出了新片 你就会收到通知的啦 当你在等待我下一个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影片 都会对你的家庭很有帮助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